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念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看课本251页 讲到三圣共法的37道品 讲到五根五粒 那这个37道品 是佛陀灭后佛地址 那么总结佛所说的修道赐定方法 那么它归纳几个比较常用的 那把它就是七大类 那么编辑为所谓的37道品 那37道品这个名词在佛土时代是没有 但是有四念处是正群是为主 这个是有 就是说佛灭后佛地址 收集就是他要结起 那结起佛说过的这些把它编为 佛常说的把它编为就是修道的这一些赐定 那有七大类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并不是佛陀 当时有讲 37道品不是 所以它这里的记忆说佛收珠道品 总结37 就它也不是全部 37道品并不是全部 有一些并没有被收纳进来 那么简单讲比如说四溢流之 它也是一种修道赐定 清清善事 听闻政法 如理思维 法 水法行 八大能念 阿那律的八大能念 扫益 知足 远连 精进 正念 然后正定 智慧 不细畏 它也是一个修道赐定 所谓的七圣才 信戒 常规 文守慧 也是一个修道赐定 那么乃至于有所谓的六念 念佛 念法 念圣 念诗 念见 念天 甚至有所谓的阿含经 来说到一个比较少见的 叫做酒善法 喜爱 悦乐 定 那么食之 除舍 如意解脱 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修道赐定 好 那我们说这些修道赐定 里面我们前面讲 四面修 四正前 四如意子 五根 五立 七觉之八正道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一些论诗论的比较常见的 就把它合集在一起 那其他的就有可能就不讲了 那时候讲三十七道平 那么三十七道平里面 七个阿类总共有三十七个 四面修 四正前 四如意子 这叫做四神主 五根 五立 七觉之 八正道 当然我们说还有所谓的四正前 七正财 八大能念 六念 其实还有其他的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 二 四 六 七 七大能 那这个都没有问题 四面修 深受心法 都一样 四正前 以之 以之二 未之二 以之三 未之三也一样 四如意子 欲勤 新冠 也都一样 五根 性禁念定会也一样 八正道也一样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七觉之 那五立其实他的次序也一样 性禁念定会 但是 但是五立的性禁念定会里面 你如果看阿含经 有时候讲三立 有时候讲四立 有时候讲五立 有时候讲六立 有讲七立 那大部分都是信心念定会这一类 但是 也有不是这一类的 他一样是个修道次定 那我们现在讲到五立 五根五立 七觉之是最复杂的 七觉之的 这个修道次定有很多种说法 那这是 还有两种 三约七大品 一个就是说 他每一类都是一个完整的修道次定 但是后来 布派论是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 到什么次定修什么 到什么次定修什么 后来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先来解决这两个 就是我们讲到五立 七觉之 那这些其实 他的修道次定都差不多一样 没有问题 各个经论写的 经历论写的差不多一样 那么 比较有问题的是七觉之 那五立 我们讲这个立 作用 这是他的那一种功德力 那这五立 如果我们去看经历里面 那这个阿含经里面 那尤其是以杂安为主的 那么一开始也有讲到三立 那三立讲的又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如果讲 我来看一下在哪里 五立 五根五立 两百五十一的这边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讲三立的 讲三立的 就是杂安里面讲三立的 就是他是一个修道次定 但有时候也讲三个 就是讲三立的有三种 比如说 性敬慧 也有讲这个的 我们知道五立是性敬恋敬慧 那我们来看他到底是差别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以为都是讲一样 五立 不是 不一样 四念处 四见卷 四如玉竹 五根 八正道 都一样 但是五立跟七杰枝 七杰枝都是七个 没有八个 没有六个 但是七杰枝的前后次序 非常多种说法 那五立 五立基本上也是性敬恋定位这个次序 但是有时候讲三个 有时候讲四个 有时候讲五个 有时候讲七个 但是还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所谓的修道需要具备哪些 那阿安静里面讲三立的 那有所谓的性敬慧 这是一个 那也有讲 也有讲性敬慧 所以你不要看 你看阿安静 怎么讲三立 少了两立 是不是翻译错了 不是 是不是漏掉了 不是 他原来就有这种不同的说法 性敬慧 那也有讲 也有讲性敬慧的 咋喊 你要看到就有这些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这是性跟慧 性为能录 自为能录 性都是在前面 慧都是在后面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那中间有一个人只讲敬 有一个人讲念 也讲这些 如果是五立的话就性敬 念 顶归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 但是有时候他只讲三慧 三立而已 那也有讲四立的 那四立一样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就是持续没有改变 性在前面就在前面 那七绝世就不一定 七绝世有时候念在前面 有时候责法在前面 就是他的持续不一样 他这个持续都一样 但是他的 他的 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普提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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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序是一样 但是他的数量不一样 那也有讲四立的 那四立也是 四立就讲性敬念慧 先命念慧 那他有讲 也有讲四个 那是也有这种 五立也有不同屏幕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讲性敬念慧的 我以前也不知道 后来看了 看了看了 这个题材是不是写错法 在看 很多清风 有时候三立 有时候四立 有时候五立 有时候六立 那你就发现到 哦 原来就有不同 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 性敬念慧 你看 但是他 不管他怎么变啊 他的次序不会变啊 性敬念慧 他就是少一个 或少两个 但是他次序 一直都是一样 你看 性敬念慧 就没有定 这个性 没有敬 性敬念慧 就这样 那另外 还有一个讲 另外有所谓的立 讲不同的 讲不同的立 那这个是 这个不是性敬念慧 因为这一个 他是写 这个 决精敬 无罪 色 决 决力 那么 精敬力 精敬就是这个敬 那无罪 跟色 讲这四种力 就不一样 那 决是什么呢 决之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其实就是有正见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什么是有肉 什么是无肉 这个 这个是决 就是 善不善法如实之 那无罪就是 这个精敬就精敬 就这个 无罪就是 没有生口意 三种过失 就是无罪 那色就是四色 不失 爱与力行同事 就这个 他讲这个四力 这个都是阿安金的 那也讲 五力就是这个 五力是罪 就是在三七道柄里面 这个大概是 算是 可能是比较常说的 所以五根之后 五力就有这个 但是 有时候三力 有时候四力 有时候五力 那 另外有讲所谓的七力 那七力是多拿两个呢 那就是 七力就是信 一样是信敬念定慰 但是加了惭愧两个 信敬惭愧 信敬惭愧 念定慰 所以我说 这个五力 持续没有改变 但是 有多 有少 有时候多一 多几个 有少几个 还有内容 有些不一样 那是另外的 信敬惭愧 念定慰 我们等一下看 七绝诗要更复杂了 这个是要去比对才知道 那这个是七力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跟儒乃的实力 那个是不一样 儒乃实力 儒乃实力是说 儒乃修到究竟圆满 具有哪一些功德 那这个不是 这个是 你要具足哪些功德 你才能解脱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说儒乃实力 说我已经成佛了 成佛具有哪一些功德 那么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超越 一般人的这种力量 这种功德 那这个不是 三十七道评是 你必须要具足这个 你才能得解脱 它是一个修道实力 它不太一样 这个是七力 那这个七力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七圣财 七圣财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不在三十七道评里面的 信戒惭愧文所慧 它不一样 它是类似你看 信戒 它这是禁 信戒惭愧文所慧 这个是七圣财 它也是一个修道赤丁 但是没有在三十七道评里面 这个是比较在家撞讲的 那三圣贡法 当然是针对出家撞讲的 不太一样 这个是比较针对 六念也比 像六念跟七圣财 都是比较针对在家撞讲的 所以可能也没有列在三十七道评里面 三十七道评是要得解脱的 那么念佛念法念生 念事念界念天 念佛念法念生 念思念界念天 它也是道评 但是不是解脱道就是人 它是人天道 有些它是这样子的 但是照这个来讲 它也是解脱的 有信有慧 信是初慧是后面 那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解脱的 只要有慧 只要有慧都是解脱的 好 这个不是佛法身 失戒 那天 失戒天 那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是对照的 好 那现在来看 现在来看这个 这个 另外 它已经 这个已经有不同的说法了 绝经见无罪色 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在布派里面 阿比达姆里面 另外 另外像我们讲 十波罗蜜里面 它也是修道的 但是它是叫秦佛的 十波罗蜜里面有一个 这个方便 愿 力 智 六波罗蜜也是修道的赤地 但是它是普撒道的修道赤地 那现在是讲解脱道的修道赤地 那大概有这个 五根 就是我们讲 识念书书正解这一些 好 那还有 还有这个 讲巴力的 讲巴力 巴力是哪里讲的呢 它不是 它基本上就是论诗 就是论讲的 这些都是经讲的 这些都是经讲的 大部分在阿含经里面 主要是阿含经 都是经讲的 那么论里面也有讲 比如说 匹佛沙讲六例 我们先讲 这个是经 这个是论 这个是经说的 那么论里面 它不知道是不是隐经的 还是它自己这样认为的 就匹佛沙 匹佛沙里面讲六例 这个是匹佛沙 匹佛沙讲六例 我们来看它所谓的例 就是修行要具足哪一些 哪一些功德 才会有哪些什么作用 它是 它是讲第一个音例 第二个原例 就是因缘的力量 那么这个在无量寿星里面的 这个二十种例里面 也是列第一个第二个 那后来论里面 列的这个例都是因缘原例 然后它所谓的内分例 内分 然后外分 那就跟我们一般讲的 性经念会不太一样 这是另外一套系统的所谓的例 那信信念定会 或是多一点讲到 信信常规念定会 少一点就是信信会 信念会 信定会这样 那另外这边的是另外一边的 就是信力 因缘内分外分 然后内如理作一 你看 第四个 第五个 内如理作一 然后这个外从他文法力 这个是内思维 那第六个 外从他文法力 你看他就是 也是个例 那这个是毗菩萨讲六例 那讲到多了 大毗菩萨讲八例 十例 有时候讲八例 有时候讲十例 那八例就是这六例 再增加哪两例呢 再增加 无痴争相续力 无贪争相续力 看一下 这个我们听都没听过 其实这个都是修道所要具足的功德 无痴争相续力 这个是论里面 然后这个是第五六 这个是第七 第八 然后无贪 无贪争相续力 好 那又讲实例了 这个实例跟佛陀的实例不一样 这个佛陀的实例是佛陀具有的 这些功德 他不太一样 佛陀的实例在大圣不共法这边有 我们可以对照课本439页 你依旧有讲到佛陀的实例 如来的实例 课本的439页 那现在这个不是 这个是你要得解脱 你必须要具有这一些 那么第九个 就再增加两个就变成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第九个是 就是 第九个叫做裂开自律 然后第十个 最多都讲到这个 第十个 叫做广辨自律 广辨就是广分别 所以 略开就是 简单讲 你就能明白 广开自律 广辨自律 那这个总共所谓的 有关这个 例 就是三七道笔有关五例 这个 它的一个 就是不同 有从三例 四例 其实也很多很多 只是可能就是五例 是最常见的 最多的 那也可能认为是最完整的 大概是这样 那你不管怎么样配 信心念定位 都是这个次第 那也许少一个 也许多两个 那这都是信心念定位 这个次第 不会乱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七觉枝 你就会发现到 七觉枝 完全跟其他的不一样 那就是 上七道笔里面就是五例 它的数量有点不一样 七觉枝 它的次序是最乱的 就是 这个经论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 写错 还是记错 就是各个经论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 最常讲的 最常讲的 就是 念责法精进 喜 清安 定舍 这些 那么这个是最常的 那我们先 这个例 例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看得到的大概是这样的 那无量寿间最多 列了24个例 因例 元例 一讲讲就到后背 总共给它算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段 一个段算 如果仔细算才不止二十个 但是大概就是列了 我们这样看 就它一句就是一个例 来话讲 二十个例 好 大概 大概是这样 三例 四例 七例 八例 十例 六例 都有 那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系统 一个就是信心念记会这个 然后一个是 决精进 无罪色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这里 论的讲这个 因缘 乃至于广辨之外从他文法力 这些 那么我们会发现到就是所谓的修道系统的这个力 力其实就是让你可以持续的一直往前的 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功德力 好 那这个是五例 好 那来讲七绝枝 七绝枝就是 七绝枝就是它的次序有一点点都不一样 但是最常见的 就是 最常见的就是 这里讲的 那老师早期讲保继心的时候 那么顶的跟这里顶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他之前看到的资料 后来在成佛知道的时候 宝继心是比较少的 后来成佛知道讲的七绝枝 他的次序 跟老师在宝继心里面讲的次序也不太一样 那来自于 乃至于这偶一大师里面 引着七绝枝的次序又不一样 所以说七绝枝是蛮 蛮这个 就是在上去到尾里面 他算是非常重要 可是又次序非常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来讲七绝枝 我们看课本 就是251月123456 现在讲到立 立讲完了讲七绝枝 那么这里讲的七绝枝就是 最常见的 最常见一般的说法 以念为主的 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神 这个是最常见的 这个是最常见的 我们把最常见的写在这里 但是总共所有不同的说法 我看至少有七种到八种 我们再来写 七绝枝 最常见的就是 最常见的就是 念则法 这个是以念为主 那这个念到底是什么 那有些讲 比如圣灵法师 这是念就是四面初 那就是也有很多种说法 那我们先把这个是念则法 那么也有以则法 大概两个系统 一个是以念为开始 一个是以则法为开始 大概有这两种说法 比较常见 但是这个是最常见的 以念为开始的是最常见的 那也有少部分是以则法为主 那其他不同的大概就是不多 但是这两种大概是比较常见 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神 我们都是这样背的 那么这个是最常见的 念则法精进喜 那这个喜 有很多种翻译法 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神 那这个清安有很多种翻译法 那有时候 我们先把它写好了 七种先把它写定神 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神 那这个清安有比较多种翻译法 那有时候翻作以 我们看一下 有时候翻作除 有时候翻作以 有时候翻作喜 所以念则法精进喜除定神 或是以定神喜定神 就有三种翻译法 那包括清安就有四种翻译法 那其他的大概都一样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 在经历里面最常见的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其他的说法 就是先把这些不一样的 这个是第一个最常见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是最常见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 其实我们可以对照 把它这样对照 把它这样对照 灭折法 这是我们的 灭折法 我先去 清安对神 一二三四五六七五 那第二种 第二种是 念则法精进清安喜定神 这个是一样 这个也一样 念则法精进 这里不一样 清安喜定神 清安喜 喜跟清安调换 然后定神还是一样 就是四根五调换 就是四根五调换 这个是第二种 这个是第二种 第三种 念则法精进 念则法精进 清安一样 然后定喜舍 这个是第三种 你看又不一样 所以我说七绝词是最乱的 这个是第三种 第三种的说 第三种 心路里面看得到的 那第四种 第四种是 以责法为主 我们说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以念为主 一个是以责法为主 就是念在前面 一个是责法在前面 那第四种 就是我们稍后 对七绝词了解一下 我们最熟的 大概是八正道 跟四面处 其他大概也不是很熟 那七绝词 其实是 就是我们说 最 事情比较混乱的 到底是 那么 第四个就是 这是责法为主 它大概就是两种 一种是以念为主 一种是以念为主 一种是责法为主 责法 责法 离喜念地 责法 经济 这变成责法为主 责法经济喜念地 还有清安 责法 责法经济喜念地 还有清安 责 大概责都在后面 但是也有责没有在后面的 所以就是比较乱 就是 1 2 3 4 5 6 7 第五个 我们来看 第五个 这个第四个是 大破裂盘军的 那第五个是 决定益军的 那 第六个是法胜 决定益军 我这就是讲的不太一样 第五个我们看 责法经济喜 也一样 责法经济喜 前面三个一样 后面又不一样 清安 舍念地 并在后面 清安 跟对这个比 大概就是我们说 它两个系统 以责法为主 开始的 以念为开始的 清安 然后 舍念地 一 舍 里面 对 你看 一般都舍在后面 那这个舍在 123 4 5 6 7 又不一样 舍在前面 舍在第五个 那这个是赤地 修道的赤地 那你说修道的赤地 应该一样 怎么会这么乱呢 七个之 一小小 就可以 研究看看 那第六个是 责法 念地 一个人不一样 责法是一样 后面都不一样 念 定 定在前面 正面之后有正地 责法念地 精进 清安 舍使 责法念地 精进 这个是不是翻译错 还是怎么样 不懂的 精进 清安 次序不一样 他的解释就不一样 如果次序不一样 解释就不一样 他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 清安 那么舍 喜 把喜放在最后面难道 2 3 4 5 6 7 就是以责法为开始的 这个是第六个 那第七个 第七个我们看 这个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有些也是精的 这个都是精的 这里面过去都是精的 这里过来就是 有一些大德 他列的 但是他处处不知道在哪里 不晓得 不晓得 比如说第七个 责法 责法精进喜清安 你看 责法 那一样是责法 清清 我们刚才武力是 就是精跟论 比较不一样 那精又不一样 那这里是 都是精的 那 论 基本上也都是 以这个为主的 以第一个为主 那 这边是所谓的 主事大德里面说的 不太一样 责法精进 那么喜清安 舍定念 责法精进 喜 清安 舍定念 这个是谁写的 这个就是 武力大师 明头要解里面 我为什么会去了解这个呢 我就是在讲明头要解的时候 讲到七决之 明头要解里面有七决之 后来我去查相关的资料 武力大师讲的明头要解的七决之 可是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那到底 为什么这么说 一般我们以为都一样 没有去出特别注意 没有特别注意 就照着这样讲 后来 拿相关资料来看 怎么完全不一样 那 这种不一样就是 你 因为你 他是照次第的 你第一个要怎么 第三个要怎么样 可是他不一样就 后来我就开始 把所有的经论里面 讲的七决之 都拿出来 找出来看 你对到底是 有几种不一样 后来才发现 原来好多不一样 对了也不知道 那你就会发现 一般人也知道 实际也没有 不管那么多了 那就是因为 前面的七决之 因为 我讲明头要解的时候 他的七决之是这样 我讲宝气精的时候 七决之又不一样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 然后讲成果之道的时候 七决之又不一样了 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到底还有几种说法呢 所以我就开始 所有七决之的 有经历论里面有讲的 都给他拿来看看 到底是 到底有几种 也许我没有找齐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了 大概就这么多了 我找到的就这么多了 五 六 七 定 念 这个是迷陀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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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陀要解的就是 偶一大心的阿弥陀心要解的 第八个 一般的就是导师的宝基金讲迹里面 有讲不一样 责法洗精进念 责法 这个都是以责法为主 一般来讲大圣可能就是比较倾向以责法为主 责法 责法精进洗 责法精进洗 不是责法洗精进 导师的赤地不是 导师的责法洗精进 责法 那你去看导师的解释 他也是造赤地的 责法之后就怎样这样这样 因为他这个就是造赤地的 所以赤地不一样 他的解释内容就不一样 责法洗精进念清安定神 念清安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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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安定神 差那么多 那这个比较接近哪里 这个是保激精进的 我看责法洗 洗在前面的 洗在第二个的也没有 老师不要 可能这个要换掉了 责法精进洗 念清安定神 责法精进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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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清安定神 责法精进洗 责法精进洗 清安定神 这个没有办法完全 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保激精奖励的 应孙导师的保激精奖励 这个是偶遇大师的 这个是应孙导师的 大概 大概是这八种 大概是这八种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呢 那么 另外 这个 于解释地论 在讲到这个七觉知的时候 那这个成果知道的 就是于第一个的 回到第一个 这个是最常用的 成果知道讲的是于第一个 那于解释地论 在讲到 这个三个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 他把它分做三个 三个主要 一个是指 一个是关 一个是通指关 指 关 一个是通指关 有指有关的 那指就是 十五母那 关是毗婆舍那 那什么是指呢 就是清安舍定是指 清安舍定是指 清安舍定是指 对 这个是指 那关是什么 关是 折法精进洗 折法精进 为什么精进是关 对吧 那么 折法精进洗 这个是关 那么通指关的就是念 大概一识念处而已 那么这个是 就我们就七觉知来说了 好 那 因为 次第不一样 解释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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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我们很 我们现在如果要讲这个 因为七觉知我们 比较不知道 那么这里七觉知说 念 折法精进洗 清安定舍 这是道品中重要的 引发正觉的因素 好 那导师这里 比较没有解释 那么多 不过在 宝西心讲经里面有讲 但是他的次序不一样 但是我们如果要照这个次序 第一个来讲的话 那我们用圣元法师的 好 这是第一个 圣元法师的这个 他是以这个 清安是以楚为主 我们讲这个清安有三种说法 除 以 习 他是以楚为主 好 那 我们来看圣元法师的翻译 好 我们把这个擦掉了 你写完就可以了 大概知道 好 大概知道有这么 这么多不同的说法 那主要分两套 一个是以念为主 一个是以责法为主 好 那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因为我们就以第一种 念责法经经使清安定所来讲 那 以圣元法师的 圣元法师有写一本 叫七觉知讲记 特别讲七觉知 所以 因为七觉知太复杂了 非常多种说法 那我们就 就 以圣元法师的来 来理解七觉知 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当 因为发生到 因为成果之道里面 七觉知没有特别解释 但是在宝基金讲记 七觉知有解释的话 它又跟最常见的不太一样 那后面前面都没有解释 然后再看 应该这个就是道谱里面 就是这样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 圣元法师的七觉知 写一下好了 稍微理解一下 那七觉知道谱是一种什么说法 圣元法师的七觉知讲记 他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念 这个就是念者拐住 念喜心当地者 念 他说念是什么 使心念其中修世念处 他这个七觉知 也是跟三十七道品结合来说 圣元法师的七觉知 是跟三十七道品结合来说 但是有些当然不这么解释 所以我们讲 使心念其中修世念处 这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 深受心法 第二个是责法 念责法进去使清安定生 因为我们被这个最常用 责法就是一世圣地 简责善不善法 取真实者虚幻 一世圣地 那么简责善不善法 取真实者虚幻 取真实者虚幻 现在的这个不善法 但是相关的 就像一世一世一世的 一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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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级道理里面 结合来讲 一失正确和精进修行 一失愿则把精进行 轻安定行 安住四面处 安住四面处及四正确 得有喜悦 面前法就是清安 他不写清安 他写除 面责法精进 除 一般是翻译做清安 有时候翻译做死 翻译的不一样就是他重的不一样 然后写除 所以除就变成除去身心出重 所以不一样除去身心出重 那身心出重也是得清安 那重点在除 除去身心出重 而身心清安 那一样是清安 那是重点在除 第六个 这个是身心出重 除去身心出重 而身心清安 第六个 定 清安定 清安定 不分层 不散乱 注意四散 定向 不分层 不散乱 注意定 四散 定向 出场 未散 三散 四散 四散 定向 就得定了 第七个 舍 那你放在最前放在最后 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舍有时候 有时候像七盛禅 他的舍是不失 他有时候舍不是不失 舍有很多种说法 比如说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他就叫舍受 那慈悲喜舍的舍 他又不一样 那这个清安定舍的舍 又不一样 那这个不戏论里面 那个舍又不一样 所以舍这个字 在经典里面 要看是放在哪里 这个不同的说法 舍非喜舍的舍 然后那个 七盛禅 信戒禅 闻舍位 那个舍是不失 那不一样 那慈非喜舍的舍不失 他是平等 是舍去那边 前面的人那些 那这个舍是舍一切所缘 这个是会最后面的 最后面当然是最秀亲 舍一切所缘 注意执心而发空位 这个是圣言保持的解释 其实他就是解脱的次第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 道解脱的 注意执心而发空位 引发空位 就无我会 其实就是断 空位就是无我会 就断什么 就信空位 就断身见 它其实就是解脱的次第 好 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我们益胜原法师的来看 比较容易明白 刺激大概是这样 那不同 因为我们说这个七觉知 比较复杂 那有不同的说法 种种不同的说法 那后面我们再来讲 那37道品合起 还有一些就是把它 就是说一个就是 每一个道品都是个别的 一这个就可以解脱的 比如说一四年初修 就可以解脱了 一七觉知就可以解脱了 一八正道就可以解脱了 但是有一些说法又变成 就是不同的休闲设定 你在弦位修什么 在有学位修什么 在无学位修什么 通常都是七觉知是最后的 好 那我们来看 看这个课本 就是大概想把这个七觉知 大概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三句道品里面 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就是七觉知 再来就是五粒 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的你各个经论看 次序都是这样 内容都是这样 五粒的内容就不一样 那次序 他次序没有 就是信心念定位 这个次序一直没有变 但是内容就有增减 那这个七觉知的内容没有增减 就是那七个 但是换来换去 他也没有八个 也没有六个 但是这个次序很会变 七种而已大概有八种到十种的不同 但是这个五粒不是 五粒就是信心念定位就是持续不变 但是内容有增加 加了什么 加了什么 另外有一套不同的系统 因粒 原粒这一种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对 所谓的三七道品稍微理解 稍微理解 好 他说解脱生死的道品 这里是讲三圣共法 就是一这样修可以得解脱 就是道品就是 你必须要修什么 那么才可以得解脱 那他的次第 其实是这样 就是解脱的修到次第 那么为什么说有这七类 那七类加起来是三十七 四念处 四正群 四如一组 三个四 三四十二 就十二个了 五根五粒 两根五 就十个了 三四二五 然后另外一个七一个八 就十五 十五加十二十五 二十五再加十二就三十七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像《无常经》里面也讲 三四二五七八 这个就是讲三十七道品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说大参数是什么密吗 不是 他就讲三十七道品 那么古人以为道体是统一的 修习的功德本来是很多的 那么就是你要具备什么 就是这一些 那么这个是道品 佛说的也只是举其主要额说 这个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说 这里说的只是举佛主要的额说 因为这个三十七道品不是佛说的 是论师说的 那论师这样说 那么只是举 就是这个里有两个 一个就是佛说三 佛说四念祝诗 正经四路这一些 也只是举主要的说 因为如果真的要细说 那就很多了 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这样的先天俱主的不太一样 就是他本身拥有的不同 所以依到每一个人的 他基本上就有很多种 所以即使是佛说 第一个佛说的不只是这七类 那么即使是比如说有十类 加起来有十几类 那么也只是少数 佛也只是举主要的说 这是第一个 就是即使你把七圣财 六念 那么把私欲留之 那么把九善法 把这些全部加进去 把八大能力 八大能力是安那力特有的 那么那佛也有讲 把这些都加进去 也才十几种 那么也不是 也只是佛举主要的来说 那么问私讲三十七道笔 也是举佛说里面主要的 比如说举个例来讲 这句话他意思是说 比如说真的要讲的话 可能就有很多种 至少有五十种 但是佛不会讲那么多 因为最主要的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修的 大家比如讲 就比如说讲十二种好了 那十二种里面 论私里面举七种 那么为最主要的来说 那佛里面举很多种里面 大概就举 比如说十几种来讲 如果我们要仔细跟他算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全部的经论都拿来看 佛说过的这些 就我知道了 比如说 四一流之六念七圣才八大能念九三法 就五个 那这七个这十二个 那不止这些还有 那么这个 我们就以这样为主就好了 那其实不止这样 老实说 比如说 那么假设有五十种 那佛只讲十二种 那这些论私总集就讲七种 就七略 就是所以他这里讲 就是说 佛说的也只是举其主要而说 那这里说的也只是论私举佛说的 主要的为之来说 其实是这样 众生的生死是统一的 解脱生死的道不会是不同 就是要去那边的路是一样的 不过所谓众生的根基不同 佛就说有别意的道品而已 其实是这样 所以本来就随顺众生说的 那么有一些最初 基本上就是依世间的人 那么来说的 比如说依在家众来说的 基本上就讲师界生天之法 后来对出家讲 才讲解脱是吧 那么对于那些比较发心的 那么不只是解脱 还要去尽量帮助其他人得解脱 那么一般对一些比较 就是只是想解脱的 就告诉他怎么解脱就可以了 那对一些比较有能力的 比较发心的就跟他讲 你不只是自己解脱 还要去帮助别人解脱 那么对于没有那种解脱意愿的 或是解脱能力不足的 就告诉他怎么升天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说 谁众生的根基不懂 佛就说有别意的道品 因为从经中看来 任何一项道品 其实包含一切功德 不够举许重要的时候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在 部派在讨论 成佛到底要具什么功德 这里是解脱要具备什么功德 那么还有讨论成佛到底要具备什么功德 那么成佛要具备的功德 肯定比解脱要具备的功德还要多 所以大家就在讨论 后来讨论来讨论去 那个叫做菠萝蜜 那么总结出有六种 就是六菠萝蜜 后来又多四个叫十菠萝蜜 但是这个只是某一个部派的说法 那么各个部派讲的又不一样 那这里是佛说的 那部派给它总集的 他说那么举其重要的说 都是能解脱生死的 就是认了一个道品 就是四念处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五律 七绝之八正道 这七大类每一类都可以解脱生死 那多数为一层道 八正道也是一层道 四念处也是一层道 将一切道品总合起来 解脱道的主要项目不外乌十类 那就是这十类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